现在的天气对于足球来说 基本上可以说是完美啊 我是今天这场比赛的评论员王涛 今天的比赛将我和苏东苏志道一起为您解说 马上为大家送上的是双方第三轮的小组赛对决 对阵双方分别是加拿大女足和中国女足 比赛马上就开始了 球场内的气氛已经被点人 我能感觉到今天的比赛肯定会是一场非常具有观赏性的比赛 这个球还是很危险解围不到位啊 创造出了机会但是防线没有犯错 小丁海特马 弗莱明 想找前面的队友 球直奔球奔而去 门将这次扑得漂亮 这个球发到了前点 这球出界了 球门球 裁判看到了这个犯规但是没有终止比赛 王霜 和门将一对一的机会 门将做出了精彩的扑救 但球还在场上 警报解除了 克里斯蒂娜 辛克莱尔 这个球啊推进到了前场了 这场比赛的攻防转换真是太快了 刚才还在说他们这球很有希望 现在就被断球打反击了 传给了王珊珊 这脚球是传向后点的 但是门将这球拿得很轻松啊 他对对手意图的预判 可以说非常的准确 身边的队友啊 在努力帮忙拉扯空间 这次抢断时机卡得非常精准啊 这球他自己不太好处理 如果丢球了 还需要后面的队友提供保护啊 阿德里安娜来啊 布莱铭 这球应该能穿透防线 这次进攻被中断了 场面的球迷显然非常不满 裁判员的判罚 他们认为这应该是一个点球啊 看看禁区附近有没有机会 加拿大女族没能控制住球 往双 卡迪查布侃南 保护好球权 耐心的寻找防守的漏洞 有传中的空间啊 辛克莱尔拿到了球 球被门将篮下了 主裁这是补了刚才那次犯规的黄牌 角球开向了进区中央 这种球对他来说不在话下 成功的压迫 前场断球了 球已经传过来了 打破平局的机会 门将用这次余悦铺就化线为宜 角球给到了前点 对方上前很凶 让他没法控球了 一次成功的打身后 往双 门将还是做出了扑球 球被断了 这个球如果能过去 就可以直接威胁球门了 球出界了 指边线球 队友在积极跑位 看看这个球会怎么处理呢 这次进攻啊 本来很有威胁 但是就怕但是 被对手破坏了 有点难判断啊 你看裁判还在仔细观察双方的动作 没有吹啊 进攻有力 是 就被对方拦截了 这波进攻啊 到此为止了 克里斯蒂娜 新克莱尔 领先的好机会 这个打门柱 真是让人后怕呀 哪怕是这个变态举齐了 这也让人惊出了一身冷汗啊 比赛很激烈 他想破坏对方的上一轮进攻啊 结果犯规了 而且还被黄牌警告了 主打扮其实非常严格 没有被犯规球员骗到黄牌 没有任何问题 黄霜 这次上奖来得很凶 这个球拿不住了 动入对方半奖了 对手的这次进攻 止步于他的这一脚铲球 克里斯蒂娜 新克莱尔 奎因 漂亮的响段 夺得了球权 对手已经大局压上 正好打反击啊 看看他们能否将反击 转化为进球 第四官员公布了捕食的时间 一分钟 获得一次边线球 这个接外球丢出来 直接被对手得到 这是一次没必要的传球失误啊 双方带着0比0的比分 进入了中场休息 短暂的休息过后 下半场比赛开始 这次换成了中国姑娘们来开球 黎昂 王霜 王霜 再来看看回放 这个球最精彩的部分 就是他的跑位 知道什么时候 该出现在什么位置 天赋和经验 缺一不可 比分现在变成了1比0 黎昂 王霜 编路现在很空啊 转向了进区 一次教科舒适的 倒三角传切配合 奎音 阿丽莎查普曼 有机会展开反击 对面的边路放空了 球在拼抢中出了边界 接外球 这个接外球直接扔给了对手 攻入对方腹地了 看他把握机会的能力了 对方门壶打开 他们把球打进了空门 对面送上大礼 门壶打开 他当然不会客气了 是啊 空门的机会 怎么会轻易放过呢 就是啊 优势扩大 比分变成了2比0 克里斯蒂娜 辛克莱尔 这脚传球很有威胁 但是这脚传球啊 没能突破对手的防线 被拦截了 看台上的观众认为 这应该是一个点球 他们对裁判员的判罚非常不满 他能把握住机会吗 好球 又一个 这状态太好了 现在已经三球领先了 他简直是信息十足 拿到球过掉跟防的队员 射门进球 动作行云流水 让人惊叹 分差被拉到到了三球 比分3比0 阿丽莎查普曼 奎因 裁判一开始本来想给他一个机会 结果还是吹了犯规 他这次算是躲过一截 裁判没有掏牌 只是警告了他一下 但是接下来的比赛 裁判肯定会格外注意他的举动 肯定 就看他怎么处理了 队友应该能拿到球 辛克莱拿到了球 胆大欣喜 直接在进区内用铲球 都会球权 反击的好机会 慢悠悠的回防 可不是防反击该有的态度 命中门住了 球还在界内 越位了 这个球啊 他的启动稍微的早了那么一点点 朱教练决定同时换上两个替补队员 尼切尔普林斯 弗莱明 好球 机会出来了 克里斯丁辛克莱尔 没能绕开防守 被挡住了 开始反击 机会来了 把球断了下来 面对滚过来的球 门将没有犹豫 直接把球抱起 往双 他没有继续粘球 一球把球交给了队友 这球给的也非常到位 队友切球之后 非常舒展地做了下一个动作 破门凉机 没拿住 门将出击了 冒着受伤的危险 从对手脚下把球破坏掉了 太英勇了 他的队友应该感谢他呀 可不是吗 克里斯丁辛克莱尔 球又被他们打走了 黎盈 传球没传过去 尼切尔普林斯 又传回去 他今天状态不是很好 这个上抢的时机明显有问题 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反击的机会 反击没有打成 半路把球丢了 球给过去了 有机会吗 这球很突然 这球前面配合都不错 快速推进到了对方后场 轻松突破了对方的后防线 可惜啊 最后功能没有处理好 出现了失误 可不是吗 有队友要替补出场了 非常聪明的一次拦截 夺回了球权 这动作有点大呀 裁判这次会掏牌吗 裁判直接给出了黄牌 好像方规队员是无条件接受 黄牌没有问题 对 王珊珊 可以起脚了 又一个 她今天完成了帽子戏法 这帽子戏法先生脸上的笑容啊 都已经溢出屏幕了 如果我是她的话 我肯定会在日历上 把今天单独给圈出来 这确实是值得她铭记的日子 成功上映了帽子戏法 比赛快结束了 比分一边倒 没有悬念了 尼切尔普林斯 克里斯蒂娜 辛克莱尔 把球死死抱住了 裁判失忆 伤停不时两分钟 这个直c机会把握非常精准 防守队员为对手送上了脚球啊 没能威胁到球门 主裁三声哨响 全场比赛结束 继续 继续